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一共22.7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2万人 增量是5年来最多的 截止到5月6日 毕业去向落实率是36.47% 比2020年同期高了10.03个百分点 但是比去年同期降低了6.54个百分点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为此我们正从三个方面 想方设法地促进就业 一是推出有力度的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 比如市属区属国企 今年的招聘计划将安排不低于50%的岗位 定向招聘本市高校毕业生 区接证年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录计划 野下应届毕业生倾斜等等 二是加强网络招聘和岗位募集 三是优化就业服务和生涯指导 面对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我希望各位毕业生同学能够合理的调整预期 收入 适 programme 次予期练 m ads 第四reat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